花莲青年发展中心青年咨询委员王沈钢竹 是水源部落的青年 由于疫情相当严峻 为了回馈乡里 从22号开始前往寿林乡各村 来制证每个人50片的口罩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出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花莲新政府青年发展中心青年咨询委员王沈钢竹 是水源部落的青年 私有成之后并且发想想要回馈乡里 由于在疫情严峻之下 并且自掏腰包购买口罩 在他的父亲王沈钢之和员工的陪同之下 开着卡车前往各村 来免费自证一包50个口罩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出门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因为这次疫情非常的严重 然后我在想我们自己部落 他这个人与人的结合比较紧密 所以我一开始就很担心说 会不会因为成为那个防疫的破口 所以从一开始外地游客来 我们就一开始就封锡了 到现在要发口罩 我希望每个人就是发口罩 然后勤洗手 带在家里 然后如果有游客来 我们禁止 让他进入这边 我们要自己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口罩戴 然后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还有这边还有消毒水 那个消毒水是浓缩的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带那个容器来自己装 那如果针对弱势 我平常只有在做的 那如果你来 写一下你自己的状况 我这边有米 我也有带米给大家 一切就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健康 网上钢主表示 他不定时的前往各村 关怀自己的故乡 因为他在部落远长大 深深对这片土地相当有感情 而卡扫后面 并且贴着安心待在家里 口罩送给你的标语 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 在疫情严禁的期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所以才会突发气象的行动 来发起捐口罩 并且绣导住人们 共同来度过疫情最严禁的日子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